昨天 我這三個朋友從 柬埔寨救回一個人 民進黨政府派警察要去機場攔人 要把人抓走 他們說你憑什麼抓走他 他有被通緝嗎 他有被人家告嗎 他是一個受害人 你憑什麼把他抓走 他家裡要跟他見面 喔沒有啦 因為他剛剛回來 我們要幫他找黃衣旅館 市長連警察都要陪著他們收訪 人家家屬都已經訂好黃衣旅館了 還要你警察來收嘴 還說我們要幫他訂 要不要連啊 民進黨不要連喔 讓很多公務人員 基層辛苦的警察都陪他一起不要連 所以三個立委堅決 不行 他們就栽贓立委 阻礙調查 昨天 我這三個朋友從 柬埔寨救回一個人 民進黨政府派警察要去機場攔人 要把人抓走 他們說你憑什麼抓走他 他有被通緝嗎 他有被人家告嗎 他是一個受害人 你憑什麼把他抓走 他家裡要跟他見面 喔沒有啦 因為他剛剛回來 我們要幫他找黃衣旅館 市長連警察都要陪著他們收訪 人家家屬都已經訂好黃衣旅館了 還要你警察來收嘴 還說我們要幫他訂 要不要臉啊 民進黨不要臉喔 讓很多公務人員 基層辛苦的警察都陪他一起不要臉 所以三個立委堅決 不行 他們就栽贓立委 阻礙調查 嘿 你們自己無人 你們要搶人來表公 你們這是什麼心態啊 各位我在講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回來的人啊 他是被幾歲的人 他19歲姓陳 他被一個18歲的高中生姓林 把他騙去 這個姓林呢 找這個姓陳的一個朋友說 我們要去柬埔寨 有好的工作 每個月可以零十幾萬 我們一起去 然後到了機場呢 這個高中生喔 高中生18歲 就跟這個姓陳的吵架 吵一吵就 哎 我不去了 結果這兩個人去 馬上當地的詐騙集團馬上接手 把人騙去 你來當我們詐騙集團 沒有的話叫家裡 拿個三五萬的美金來贖 沒有的話 都騙幾個朋友來 同學也可以 每個人騙五到十個 你不騙男的話 你北響回去 各位就這樣 你知道嗎 台灣的年輕人無知啊 柬埔寨有可能 薪水高台灣三四倍 五六倍嗎 你是見鬼啦 各位 他們無知的投民進黨 他們無知的人家講什麼 他們就覺得我們在台灣 每個人都要巴結我們 台灣太了不起了 各位我講這個 實在是很悲哀 蔡英文正如現在鼓勵 大家趕快動員 你們這些18歲 還未滿20歲的人 趕快 去慫恿你們的親戚朋友 阿公阿嬤出來投票 讓你們有投票錢 那這些人就傻傻的就棄 那棄就是 反正他們就民進黨的狗啦 就這樣 民進黨 爛年輕人 台灣的年輕人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民進黨的狗 民進黨叫他們吃什麼就去吃啦 可是當你有爛的時候 民進黨在哪裡 民進黨就是一個畜生黨啊 他在哪裡 他無法可施啊 那被人家罵 他就到處去搶人說 我們救了這個 那個也是我們救 沒有 你們哪有救 你們救的都是別人抓到的 有一些外國的 泰國的 或者其他地方的警察抓到了 然後人家引渡回來而已 對不對 說這是你們的罪犯 我回來交給你而已 是別人抓到不是你 你連人家的地方都去不了 你看台灣多荒謬啊 你看台灣多荒謬啊 你現在能別人家的記憶 你會不會這麼找到 那我國內的忌菜 等等 我但你有沒有 遺漢 就不會這麼刺激 我可以怎麼看 你會不會這麼做 你會不會這麼做 你會不會這麼做